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秀婷 今天很开心在这里看到你们 秀婷 你的中文说得很好 你在美国出生吗 是的 我在纽约出生 我就很难理解 为什么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小女孩 会唱《青藏高原》 这个是你自己选的 是爸爸妈妈选的 但是我非常很喜欢这首歌 很喜欢这首歌 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小女孩都很喜欢那些流行歌曲 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些中国的民歌呢 她们的声音很漂亮 声音很漂亮 很好听 还有我自己很喜欢流行歌 但是 只有老师教你 还是自己跟着电视学习的 是自己跟电视学习的 但是爸爸妈妈也教过我的 那她们教你 那你爸爸妈妈肯定也会唱是吗 是的 她们唱得非常好 那你觉得是爸爸唱得好 还是妈妈唱得好 两个都唱的 都唱得好 不好意思给她们打一下分吗 你觉得 你怕她们生气吗 不怕 平时除了练青藏高原 还会其他的一些中文歌曲 会 会 比如哪些歌呢 像天鹿 我爱你中国 还有西班牙女郎 西班牙 那我现在如果想让你在这里给大家清唱一首歌 你会选择哪首歌 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 就除了青藏高原之外 因为我知道你青藏高原唱得非常好 我想考一下你 我想看你别的歌是不是也唱得跟他一样好 还有天鹿 天鹿 清晨我站在轻轻的路上 看到身影披着那香光 像一片小雨飞过蓝天 这首歌我觉得唱得也非常的好 谢谢 那我想问一下 你平时是怎么练习唱歌的 是在家里爸爸妈妈怎么教你的呢 在家里有卡拉OK 卡拉OK 每个星期都会练不同的歌 我小的时候会唱心语 心里 还有在雨中 都是中文歌学的 是 也是因为爸爸妈妈在家里唱卡拉OK 然后你被影响是吗 我三岁开始唱歌 三岁就开始唱中文 但是我三岁不会那么多中文 凝里咕咕的中文 那你那个时候就是中文不是非常的好吗 对吧 然后那如果你唱中文歌 有闹过什么笑话吗 就是说让你特别记忆特别深刻的故事有吗 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 呃 小的时候我为了唱歌 我喜欢跟我的哥哥 唱那个microphone 因为他自己也很喜欢唱歌 但是他是唱的 摇口令 我是歌唱 那他唱的好听吗 不好听 不好听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学一下他是怎么唱歌的 呃 扁淡宽 板凳长 扁淡想绑在板凳上 就像很难听的样子 我知道是你妈妈帮你报的这个北美春节晚会 就是你妈妈一直打电话来我们电视台 啊 对 然后我想你妈妈就是对你的这个 平时的这个教育啊 平时这个你唱歌方面一定下了很多的功夫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的妈妈说 我想跟妈妈说 谢谢你培养我那么多年 嗯 唱歌的技术很好 是因为我妈妈爸爸每天都教我练唱歌在家里 还有我小的时候会跟他们唱卡拉OK 在嗯很多地方 嗯我很爱我妈妈还有爸爸 那如果我让你唱一首歌 那如果我让你唱一首歌献给你的妈妈 你会想到唱什么歌呢 一个母亲的歌 母亲的歌 母亲的歌 可以给我们唱一下吗 嗯可以 是一个小朋友的歌 好啊 希望你的妈妈能够喜欢 我提妈妈你真伟大 养育我们不是老虎 煮饭烧菜还有还要换衣服 天天辛苦真忙碌 妈妈呀妈妈我爱你 妈妈呀妈呀我也孝顺你 非常好听 那你知道就是在这边其他的华人小朋友 他们平时是怎么过这个新年 到了新年的时候 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日子日子 因为可以拿到红包 拿到红包 嗯 还有啊吃很多东西 嗯 那在中国的时候你知道吗 小朋友到了新年最高兴 一是他们可以拿到红包 第二是新年他们可以穿新衣服 那你们新年的时候会 妈妈会买新衣服给你们 会 这么多我一直就听别人说 说你上青藏高原非常好听 那现在呢 你可以在最后的时候 把这首歌唱给大家听一下吗 可以 另外让谁听着一些 你们进吧 我自己听见 那來人口的夢多關 四水流向千年輕盼 難道說海途五月的歌 還是那舊舊人往外的眷額 我看見一舊舊山,一舊舊船 一舊舊舊船笑顏 咱說何時清張都遠 好之項舊舊船 好之項舊舊船 似誰远眼 讓我淡天 似誰逐浴 如鐘淋龍關 难道说还有照雷的朵 还是那丰富无人改变的转眼 我看见一座人 一座株山船 一座株山船 小梦远 难道说那这是青江的无人 难道说那不是青江 它是青江的无人改变的转眼 我看见一座株山船 有明天的无人改变的转眼 看见一座株山船 我看见一座株山船 我看见一座株山船 在天籁之音 我看见一座株山船 就赶紧登陆我们的网站 填写报名表 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吧 四号选手的天籁之音 还在我们的耳边回绕 但是下面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节目 历年的中国春晚 常常会有配乐诗朗诵这样的表演 我们这位选手呢 也希望通过朗诵这样的表现形式 给大家展示 五号选手刘佳 三十岁北京人 外形亲切 排风稳健 主持功力深厚 参赛节目朗诵 庆元春雪 大家好我是刘佳 来自于辽宁 是在纽约州立大学 读传播学说是 那我有一首特别喜欢的歌曲 可以介绍我的名字 是这样的 有什么可让我刻骨铭心 唯有你唯有你 家人 很特别 为什么想到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你自己呢 对 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家 然后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最后也是一个家 因为这个名字呢 是我爸爸给我取的 他就是希望我可以长到之后呢 成为人品和水品居家的家人 所以我这首歌非常有感情 在我小的时候他最近开玩笑说 一个小女孩就不要那个到处乱跑了 就留在家里吧 结果发现呢我还到美国来留学 漂洋过海走了那么远 会想家吗 会想家 对 想家人打个招呼 那也是希望 对 我不知道现在说何不回事 其实我爸爸妈妈在十年前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那现在的话是有我的大爷大妈还有叔叔阿姨 他们都在老家 而且我的老爷已经快九十岁了 那我很希望他可以健康长寿 希望所有的亲友们在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快乐乐的 从你刚才的话里面可以感受到浓浓的问情 那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想到来我们ICN参加这个北美春晚的海选活动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本来呢也是一个媒体人 那我非常了解媒体的作用 对我们是同行 我是现在在美国网络电视 职位是市场总监 但是实际上我也会做一点电视记者的工作 那我非常了解媒体的价值 而且我们非常看好就是ICN这个平台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节目做的就是互动性很强 而且是就是娱乐性可视性都非常的好 我非常荣幸可以参加你们的节目 不客气 因为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跟这个纽约广大的观众有更好的互动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 谢谢 对你来了纽约多久了 我来纽约两年了 但是我其实刚才有一个不情之请 因为我知道你是就是中国的跨南比赛的前五名 而且你唱王力宏的歌唱的特别好 原来我被你八卦了 因为王力宏是我的偶像之一 可不可以请你唱一首 哇原来你你已经喧宾夺主了 你把自己当成主持人了 对我真的很希望 现在我们来模拟主持一下我们2012ICN北美电视春晚 如果你主持的好 我就可以满足你一个要求 OK太好了太好了 一定会的 好 要不你先开场 好的 那我就来一个就是中国传统的份 尊敬的各位领导 亲爱的 不好意思 好你先 尊敬的各位领导 尊敬的各位来宾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观众们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Please don't repeat me 我是复读机 是 今年是农历龙年 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到我们2012ICN北美电视春晚的直播现场 欢迎大家 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份喜业的心情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文君 我是主持人刘家 下面第一个节目是王文君为大家演唱王力宏的龙的传人 大家掌声有请 欢迎上台了 要不换一首歌 龙的传人吗 因为是龙年 我们还唱一首王力宏的歌 可以 我们唱爱的就是你 好 那我就先丑了 好 嗯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 但我珍惜你 相与痛就是爱越深 恨我不相信 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 每一次我们靠近 你让我忘了困惑 忘了所有反省 我把你紧紧涌入怀里 碰你在我手心 只教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可以吗 很好 很好 是 可以登上2012 阿易斯 没问题 而且我觉得你将来的女朋友 你心里有女朋友是吗 你要唱给她的时候 一定会很感动